接下來我請中央會中醫師來到廠中央 告訴大家柔腹 我請瑞穎姐來當model 好嗎 也就是說這個柔腹運動 有包含順時針以及逆時針 那在這個肚臍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 身結腸 橫結腸 降結腸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個 脹氣排不出去的人 就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右邊 然後你就像這樣子 順時針 對 把它推出去 你有沒有人要腹肌 其實我比這張大哥腹肌還硬 如果相反的你是一個 會拉肚子的人 我們就逆時針 就讓他緩一緩緩緩緩緩緩 還有一個很重要 咳嗽跟喉嚨肝痛 齒則穴 一句是哨傷穴 我都會把這個傳給我們的病人 因為他們真的自己在家裡 也很辛苦 像齒則穴 它就是當你拱起手的時候 這邊有個大筋 瑞瑞你幫我壓你的大筋 大筋的外面 這邊就是我們的齒則穴 你為什麼那麼用力 那如果說你是喉嚨在痛的話 我們這個瑜伎血 它也蠻好用的 就像 這就像一條鱗魚 這好舒服 這很舒服 就可以這樣按 那我們的經絡 它的走向 是從我們的胸口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你今天 你是確診的人 我們要卸病氣 所以你就要逆時針推 就變成你可以從你的瑜伎 然後推到一直推 推到我們的齒則 對 就是我們的方向 那我可以用刮砂棒這樣 可以 也可以對不對 那如果說您是一個沒有確診 你想要保護你的我們的肺筋 那我們就順著這樣過來 這一次很多症狀是鼻塞 流鼻水 銀香穴 硬糖穴 對 這個銀香穴就是在我們的鼻子的旁邊 就鼻翼的旁邊這邊 對對對 你戴口罩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 這個 對 然後這邊鐵的地方有沒有 下面一點點 鼻翼這邊兩點 資深醫藥記者 然後硬糖穴 我沒有發黑喔 沒有 很好 就是兩個眉毛的中間 它可以讓我們這個鼻子會通暢以外 很多人這一次就會覺得 我的腦昏昏的 它也可以抑制限 可以醒 好 明醫教學在家裡面 居隔疫情期間要多做兩件事 第一個 深蹲嗎 第二個 僵石跳 小醫師 是 我們居隔在家的時候 又不能去爬山對 陳寅大哥每天爬四個小時 可是現在小時候都在家裡沒辦法了 對 那怎麼辦呢 又坐在電視界前面 我們一直坐在電腦前面 一直在看什麼 一直在看疫情 很緊張 有時候看一下烏克蘭戰爭 更緊張 可是一直坐在 坐太久的話 我們有一句話很重要 別讓椅子殺了你 因為你坐六個小時的話 你的壽命就會減少23分鐘 所以我們在疫情期間 就沒有辦法外出 你只要一直坐著的話 那真的會出問題 是 所以我們建議呢 你大概要讓自己的手機 每到50分的時候就站起來 9點50起來 10點50起來 那起來活動10分鐘 那起來的時候做什麼呢 我們不是看著電腦螢幕嗎 我們就對著螢幕看 看著螢幕 我去開始跳 真的啊 事實上 我們都以為殭屍跳是這樣跳 其實不用啦 我們大概就是 九二腳 對 九二腳 就保持運動就對了 對 然後呢 頭頂它好像一根繩子拉著你 那你看著螢幕繼續跳 那左右手可以繼續擺動 繼續擺動 好像小女孩說 我不要啦 我不要啦 這樣子 好 就這樣跳 你不要看喔 廣告時間三分鐘你繼續去跳 你以為這樣沒有問題 跳個三五分鐘 事實上還蠻喘的 好 這只是有氧運動 對 那剛剛陳寗大哥也講說 下盤非常的重要 對 所以我們還需要做一點深蹲的動作 椅子深蹲 對 那事實上 請陳大哥 因為大哥是有在練的啦 好 那我們就是稍微坐起來嘛 那我們深蹲都是這樣嘛 好 說讓膝蓋盡量不要超過腳前面 這樣不太容易啦 這樣起來 厲害喔 對 再來 因為有些長輩可能會比較吃力 不太容易 所以為什麼要一個椅子在這邊 萬一老人家倒下去怎麼辦 原來如此 後面稍微顧一下